本次杭州亚运会开幕式将打造亚运史上首个数字点火仪式 向全球观众发出共助未来点燃希望之火的邀请 营造世界共此时的和美画卷 作为普通观众 怎样才能参与到数字点火仪式中来 为了实现数字点火 技术团队背后又做出了哪些努力呢 一起来看一下 不管身处何地 只要你打开手机 进入智能亚运一站通 支付宝小程序的新火相传频道 就可以拥有自己的虚拟形象 成为杭州亚运的数字火炬手 截至目前 参与总人数已经突破了1亿人 为了确保数字火炬手的动作标准规范 技术团队研究了过去多届亚运会 奥运会的圣火传递仪式 并进行了精确的动作捕捉 那这个过程当中 那我们要捕捉的一些动作 那是应该在怎么适当的位置 我们能看到对方的一些面部表情 那这些其实可能是一些 虽然动作比较简单 一些细节的考量 包括你要跟别人去传递这个火炬 那你的左手应该是跟别人 打招呼的一个形式 然后包括你传过去的时候 整个的高度一个位置的模拟 23号晚 当开幕式进入主火炬点燃环节 超过1亿的数字火炬手 将汇聚到钱塘江上 形成一个具象的数字火炬手 从钱塘江踏着浪花 一步步来到大莲花上空 和线下的六磅火炬手 共同点燃主火炬 我现在能给大家剧透的 我觉得就是大家 最好能提前成为数字火炬手 并且能在你成为数字火炬手的时候 就会将一些资源提前缓存好 这样子的话 以便于当天会有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加载体验 对于大家而言 大家只需要到时候会操作一下 把自己汇聚到 那个超级粒子人身上就可以了 技术团队表示 亚运数字火炬手平台 由中国人自己研制的引擎打造 做了大量的测试 完全能够应对 23号当晚 上亿人参与的数字点火仪式 在这边我们能看到很多 用于兼容性测试的手机 从10年前的老款机型 到现在的最新款都有 这也是因为亚运会开幕式的 数字点火互动 参与人数超过了1亿人 技术团队是针对不同的机型 都做了测试 这样就能确保 不管你用什么样的机型 最后都是能够顺滑流畅地 参与到数字点火仪式中来 总台阳市记者 杭州报道